人心一無一無天 情日潘岳雲 一九八五年的經典歌曲 孟田 歌詞就出於 傳奇女作家三毛筆下 如果你給我的 跟你給別人的 是一樣的 那我就不要了 國片刻在你心裡的名字 經典經緒也是三毛所寫 儘管年輕一輩沒看過書 也一定聽過他所創作的詩詞 翻開照片喜歡潑西米亞風 有時留著一頭卷法 三毛生前熱愛自由勇敢追夢 更被誉為是文青女神 今年三月名單八十歲 但影響人深遠 尤其對家人而言 自由勇敢和愛 因為他從小就是一個 不能受束縛的 包括他的思想 還有他的受教育的方式 甚至於在家也 他會教我們就是輕鬆一點 不一定說要 坐姿就很端正 就是自己舒服最重要 回憶起姑姑 相處的回憶 歷歷在目 三毛不甘被體制拘束 國中休學後 創作的禍 被白鮮勇肯定 開啟寫作之路 1974年 和愛人和溪到沙哈拉結婚 更以旅遊角度寫作 開創流浪文學掀起三毛熱 之後跨界寫歌詞編劇 直到1991年結束生命 蠻喜歡的那句就是 人總要有一個夢想 一個理由去堅強 是一生都在追求他的夢想 不管是在愛上面 或者是他想做的事情 或者是他的自由上面 說過無數精緻的三毛 儘管人生提早羨慕 但精神仍影響世人 從過去書籍到現代的新媒介 傳奇詩人的故事未完待世 發生將以來成為台北從報道 人總要有一個夢 有一個理想來堅持下去 三毛勇於追夢加上旅遊的創作 很多人都至今希望繼續追隨他的腳步 現在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有機會一起出發 首發團六月份要出發 第一站前往的是新竹三毛夢屋 不只踩點他生前所到之處 也有作品賞悉 還有星空電影 中立山景 蟬蟬溪溪流 到新竹 武豐鄉 所踏之處 都可能和傳奇作家三毛 半世紀前的行精之路重疊 尤其在運運山林中 出立的咖啡小館 就是三毛的山中住居 現在也將成為旅遊熱店 我到世界各地旅行 都是因為三毛 上山去這個三毛夢屋 我們就會有一些可能作品的一起分享 甚至於三毛的音樂作品 他作詞的歌曲的一些演奏 子女親自操刀 延續姑姑愛旅遊的精神 2019年的計畫 因為疫情延宕到今年舉行 首發團六月出發一團25人 會到三毛夢屋 也會有星空電影院作品賞心 甚至未來也將旅遊地點 擴及到沙哈拉沙漠和西班牙 跟著三毛來旅行 不能錯過的還有明星咖啡館 因為當時三毛就是會喜歡坐在窗邊 而且就點一杯咖啡 再搭配著茶點就可以待一整天 利用蛋殼烹調的特殊咖啡 還有74年經典不敗的糕點 1960年會成為文人聚集點 最主要因為周夢蝶在一樓擺書攤 包含白鮮勇 黃春明 林懷明 都愛泡在明星咖啡館 但對三毛最有意象 長頭髮很漂亮啊 那個時代是男女瘦瘦不清的時候 幫忙這個叔叔或者是大哥哥 幫他傳紙條給三毛 明星咖啡館開業101年 也成為台灣重要文學家 運作品的夢幻之地 就會跟著三毛去旅遊彩典 從台灣出發也能見證文學重要發展史